你們好,我是Erin 我今天想要帶你們來看一下 韓國的鼎泰風跟台灣的鼎泰風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其實啊,我在韓國住了一個月 其中一個最想念的就是台灣的小籠包 剛好我住在江南附近 從江南9號出口出來走路5分鐘 就有一家韓國的鼎泰風 那究竟有什麼一樣和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那這一邊就是鼎泰風 鼎泰風在二樓 所以我們現在要從旁邊的樓梯走進去 現在走上來 好像有Event 看一下 每月21號小籠包 半價 哇,看起來太好了吧 台灣好像沒有吧 現在要走進來 今天是禮拜天下午 雖然我已經下午來了 不過看起來好像還是人很多 這邊都是在排隊等待的人 我先去預約一下好了 不知道要等多久 那這邊呢,也有現場師傅在同時製作小籠包 這個部分的話跟台灣有一點像 直接讓我們看到現場 師傅正在做 那現在這邊是鼎泰風的裡面 那可以看一下就是室內裝潢的感覺 在韓國鼎泰風有一種高級餐廳的感覺 在台灣的話我覺得是 就是算有貴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 算是一般人都還可以去吃的地方 好像換我了 好,大家看一下Menu 你看一波 全國全世界都有 喔,這次Menu看起來好吃耶 欸 這一個是 五種口味的小籠包 在一個裡面 等一下就點這個好了 這樣子全部一次都可以吃得到 這邊好像有台灣沒有的耶 這是鍋包肉 糖醋 糖醋里雞 然後這邊有炒鍋巴 這我第一次看到 好 遊靈雞 乾烹雞 甜辣醬蝦仁 還有炸醬麵 由於鼎泰風在韓國算是中華料理 所以裡面也有一些 也有localize一些在地化的 中華料理的食物 像是炸醬麵跟糖醋里雞 是一定在中華餐廳會有的 那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我想說點那個 綜合小籠包 還有牛肉麵 嗯 五油麵 呃 韓國籠包 對 先試吃一下小菜好了 有一點辣耶 有一點辣耶 我的還沒來 他們努力做小籠包 應該其中一個是我的吧 好像我的來了 哇 我的牛肉麵來了 看一下他的肉 三塊 三大塊 麵的話跟台灣很像 也是 像這樣子的細麵 我來試吃一下牛肉麵的牛肉好了 這麼大塊的牛肉 嗯 還不錯耶 這一塊的牛肉筋比較少 所以 咬起來有一點柴柴的 但是其實味道還不錯 牛肉麵的麵 跟台灣一樣是細麵 跟湯一起吃 來 其實湯很不錯耶 因為我記得我上一次 在台灣點太風吃牛肉麵的時候 我覺得湯有一點泡麵的感覺 但是這邊的湯 比較在清爽一點 沒有味道那麼重 但是有肉的鮮甜味 韓香的 好吃好吃 小籠包終於來了 欸 不過 我點的是 綜合小籠包 這樣子再看不出來 哪一個是哪一個 嗯 那先來試吃看好了 裡面的汁都流出來了耶 我剛剛吃的啊應該是雞肉小籠包 其實蠻好吃的耶 就跟剛剛看到一樣汁很多 而且肉也蠻鮮的 那我再來試試看下一個 這個是蝦仁 裡面是蝦仁 可是就沒有剛剛那個雞肉一樣多汁 然後我記得台灣是絲瓜蝦仁小籠包 但是裡面只有蝦仁 嗯...我覺得蠻普通的 不推 我覺得台灣的絲瓜蝦仁小籠包比較鮮甜一點 因為我剛剛看過的只有蝦仁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比較好吃 來第三個 是什麼呢 嗯...這個是原味小籠包 好吃 我覺得他用的豬肉 他的那個皺褶跟台灣一樣 然後汁也很多 但是用的豬肉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味道有一點點差 那整體上我覺得 台灣用的豬肉好像比較鮮甜一點 但是韓國的也不錯吃 再來第四個 這是松露小籠包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味道欸 因為我覺得 因為台灣是松露小籠包 但是我覺得韓國的好像是松露小籠包 不太一樣 最後一個味道應該就是蟹粉了吧 裡面有一些蟹肉 但是剛剛松露的感覺有點像 就是 台灣的比較像是蟹黃小籠包 這邊很...這邊像是蟹肉小籠包 所以我覺得就味道而言 基本上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蠻好吃的欸 就我的印象來說就是 在台灣好像沒有像這樣全部 一次吃全部的 他們叫做三個小籠包 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的欸 就是一次可以吃到所有的口味 然後就可以比較差異 我覺得沒有差很多 差很多的地方是他使用的材料 但是皮啊跟湯汁其實基本上跟台灣差不多 好 那今天韓國頂太風的試吃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那就是以結論來說呢 我覺得就小籠包的部分 因為材料有一些換 那看客人口味啦 但是其實我比較喜歡台灣的小籠包 就是蟹粉跟松露的部分 然後台灣的肉也 香蕉而言比較鮮甜一點 但是另外牛肉麵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 這邊說不定比台灣的頂太風牛肉麵好吃 就裡面放了大蔥啊 還有他燉的方式 就非常的好吃 不會有泡麵的感覺 那如果你有機會來韓國吃頂太風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跟我一樣的感覺 那今天的介紹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或的話請幫我按一下訂閱 另外呢 我下一次想要帶你們去看一下韓國的Supermarket 每週更新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